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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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有道师傅告诉你,2015年 新年期间,我们停了一个礼拜 很快这个礼拜过了,有道师傅告诉你,我是德师傅 首先在这里和大家再拜一年 恭喜大家身体健康,做生意的生意兴隆 愿望达成,今年好运每个都越来越多 OK,早日前我就post了上去,也是一些揭口语 那上年也是《牢上画的饼》 那我也都开估了,那个答案是什么呢? 好看不中吃,大家很容易理解的 牢上画什么都好,满看全席都好 看不中吃就可以,是不是? 好了,那和今晚的主题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有什么关系呢? 很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先讲一讲,一个故事 都不可以叫故事,是很近日发生的事 大概在去年的年中左右 那我就无意中和一位朋友 就看过,就是经过一间专系 在印度可以叫古董的地方 那我看了一尊价链像 我都有post出来给大家看的 那这尊价链像呢,如果讲历史呢 我就真的不懂的,我完全是不懂的 OK?我完全是不了解它的quality 就是它的品质是怎么去成立它的历史 我完全一瞧不通 但是当我踏入这间店的时间 我就很浅然地,大家听下去好像很神怪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它是在它的厨柜的座上面 就有一些很长和的纲显显然出来 我就很自然内尊 就是很要求内尊价来看 那大概那时候老板跟我说呢 说这尊价已经有100元历史 但是价钱真的不便宜了 价钱我不会在那里讲 价钱真的不便宜了,不是一般的价钱来的 我亦都不是讲价钱,重点也不是价钱 而是说,可遇不可求 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 我不是说老板说大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知道 是不是真的100年 因为我们根本不懂 他亦都讲解得很清楚 虽然他是完全不懂广东话 他用英文讲解得很清楚 很清楚地告诉我 他讲解他们的质量如何分化 他如何分化 他如何分化呢 他如何才知道呢 不是OK 那我这位朋友呢 也都 师傅 既然说得这么好 不如你买掉了 那我说,大佬哪有地方去制 还有他价钱真的不便宜 如果我拿回來 我還要做很大一頓功夫 因為時間太久了 我只能夠用很簡單的解釋給大家聽 我只能夠說一尊神像 它裡面有很大的力量 穩藏在裡面 我要釋放出來 我說不是很簡單 我不能夠說話中告訴你我怎麼做法 我帶著很大的法事 我都希望能夠在我做了之後 我自己供奉也好 或者有一個有緣人去請 我覺得它適合 如果真的尊重我乾媽 我給它請也好 我說這一尊不是普通的東西 我不要說價錢 如果它不珍惜我乾媽 當它是爛銅爛鐵或者不值得 我想我不會讓它請 以我的性格我一定會讓你請 因為你不尊重我乾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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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不了了之了 這件事 那直至上個月 他就給我一個電話 我這位朋友 待會我再說這位是哪位 我買了那磚東西 送給你生日 哪磚東西 在我的腦海中 忘記了一件事 忘記了一件事 那我就想,是不是那一尊,他说是 他说是,我说很贵 他说是啊,老板一毛钱都不肯减 他说你不要玩这些东西,我说你真的不要玩这些东西 我说你也是打工仔,不要玩这些东西,我说真的不需要 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请的,我当时以为他已经买了 我现在真的要请了回来的,我说你拿给我吧 我帮你开的东西,开的东西是你自己公共 他说不是啊,师父我送给你,我答应他送给你 我说没有啊,我们打工,我们有钱你年底的 你都给太太,搞好家,新年用那么多钱 他说一句话 他说师父,我真的没用 我怎么没用呢,我拜家里的,师父和普通圣春是没有分别的 大哥这么高这么高,在家里面前,大家都是弟子 都是一个信众来的,我跟你是没有分别的 他说你真的在我树上,我只能自己拜 但是如果真的在师父里的树上,你也说得出这么大的力量 你做了一定的功夫之后,可能因为这一转帐 你会帮到更多人 那么,ok,他就是说了这句话 ok,拿给我 因为当时我发觉 他真的在那一刻,他发了个大慈悲 他不是和我,很深究 不过和我在网上认识的,差不多头发没有三年 那个他叫阿乐 为什么我一直都不肯说呢 因为我也要得很同意我才能够说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我只是说,我有位朋友 那么,大家可以试一试,去试一个打工仔 他能够做到这样的行为,不是很简单 也和今晚的主题 看表面的东西是没用的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 就算那尊账,如果那尊账看上去 如果大家有看我刊登出来的 那尊账是不起眼的 如果这样的钱,也没有人会去请 但我先告诉你,这尊账 没有家宝 如果能够得到这尊账,或者能够请到这尊账 我想他的事业不说得笑 正念 正善正念 所以,我说今天 这一拍,就告诉大家 大家不要拿表面去看东西 有些是看得不吃得的 近期如果大家有看新闻 都搞到满城风雨 某军都很出名的 结果是怎样 还生机 结果是怎样 因为我也不想在这段时间 人家好像被人感觉是落井下石 好像抽云水那样 我不想 但是说很多东西 我一直都说的 不要看表面 没有样子看的 很多东西 是由凭感官上 感觉上去看一件事 这是最清晰的 好了 这个主题 如果我说一尊佛像 就说完了 不过 如果大家 有留意我近期 我出了一个通告 就说到 接下来的3月1日 就有一套新的节目 叫做 讲鬼讲神 那暂时我的构思 就应该是五集之内 或者会多 或者会少 那就视乎大家给的意见 那和今晚的主题 也都大有关系的 我又怎么会这么说呢 严格来说 我不要拿外面的节目 和外面的节目 我们是没得比的 人力 物力 器材 是没得比 人家是天 我们是地 还有 我说几个点 第一 里面 访问一个叫Simon的人 他是马来西亚 我以前节目也有说过 是 也有说过他的经历 他有一个 我可以叫他一个佛牌的 他不能够叫收藏者 他其实是没有资格 因为看我理解 Simon得罪说他 你还没有资格 但是说 你对佛牌的认识 真的 我觉得很高 不是一般 和我曾经认赌过 我说你念经就 很熟悉 狼狼上喉 我教過他一點 他也很快就念得到 還有發過慈悲 經常希望人家眾生離苦得樂 一樣那樣 一出糧的又去放田雞 放生 有空去廟 任何的廟 寺 印度教也好 其他宗教也好 物宗也好 他都會去 他是這樣做的 但我沒見過他 我已經講過了 第二個就是這個新節目的幕後製作 他叫Meng Wu 同時也是來自馬來西亞 但他們兩個的馬來西亞 我不是很熟悉 很多年前 我去過沙巴玩 現在是十幾年前 Meng Wu就是沙巴那邊的朋友 我亦都沒見過他 到港鬼 港神 其中一集就會提及我們是怎樣認識的 暫時在這裏賣個關子 我們三個都不認識的時間 為何會構思到這裏賣個關子 是沒有的 對不起 真的沒有構思過 有時候是講一些東西 有時候我講一些佛你 有時候我講一些經歷 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私底下 我講私底下 就是無心不插柳 柳成鑫 就構思到這裏賣個關子 三個人都有個人的目的 用目的形容 可能比較屎賄一些 我先講這位曬文 他經常跟我強調說我不想出名 師父 我不想出名 我只能夠做到我乾爹 乾爹是以前的一位龍坡 龍坡是哪位呢 希望他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他有一位乾爹是哪位高增龍坡 已經是軟直了 希望你 Meng Wu有這樣的知識 希望他能夠幫到德師傅 德師傅做過的節目 更加多人看 更加可以幫到多些人 令到德師傅可以自己 生活上更加好些 這就是他的本意 好 Meng Wu 這位朋友 希望這個節目能夠令到我 會好些 更加幫到更多人 他們兩個 兩個 不同的想法 都希望 除了令所有不認識的朋友好之餘 最重點是希望我好 這行事很簡單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都是以一件事去衡量事情 用明 明氣的明 去衡量師傅 那些事 這件事情 我āsub 是不製賣的 那些事 是有很多大德 高增 師傅 是無名無聖 但是他的功夫在很多人之上 德行在很多人之上 這件事是沒有人可以普及的 好了 但現今的社會也都不道理不是這樣去看 所以就一定要拿到一個叫平衡點 好了 講到我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一向 從年輕的時候都有一件事 用人不移 移人就不用 我想大家應該清楚這八個字解釋什麼 我懷疑你 我就不會用你 用你 我就不會懷疑你 我一直看 Simon是一個立一慈悲 我常常很強調一件事 最重要是你的信念是沒有變過 我的能力範圍 我的知識範圍可以幫到你 解釋到你聽 和你分享 我一定會幫你 好了 另外 這位明姑 我以前師父告訴你 很多集我都略略提過 如果以他現在的工作是不理想的 他的生活也都不順暢 他生活不順暢 就會直接拍到他的家居 但是說 我很久以前 未去了解 我曾經跟這位明姑說過 我說你不是一個普通人 你有些小聰明 如果在電子方面的東西 我想他會在我之上 絕對的 不是懷疑肯定 所以在我的目的 我反而不是想自己 如果我能夠拿一些不知所謂的小小的名氣 在這一行裡面 可以令到一個發了善心的人 令到在馬來西亞 知道這位朋友的存在 他也可以用他的善念去幫助這幫人 那就是等於我做了一個 等於我做了很多集的師父告訴你 幫了很多我不認識的馬來西亞朋友 這是我的目的 第二 人最慘的一件事 叫懷財不育 我相信 這位明姑也有一定的知識 只是暫時 機會未到 天時地地人亡未到 我也希望藉著這個節目 能夠帶一個信息給大家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 心是很善 或者有很多材料 只是我們未認識 或者我們找不到這些人 善心我講了 Simon 這位朋友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在我們這幾集拍 是很難度 我們三個人都沒見過 面 就是玩虛擬的 我錄了一些東西 這位Simon 錄了一些東西 然後呢 用我們的方法傳給明姑 明姑做幕後的效果 如果是一些專業的技術人員 來講 十歲了 小事了 德師傅你少看大眾 很簡單 不過你不認識 很多人都認識 對 沒有說錯 我們沒有這樣的團隊 我們沒有這樣的金錢 去bag up 最嚴重的 我們沒有這樣的器材 所有幕後的事情 只是一個人做 就是這位名姑 就是這位名姑 那器材是什麼 暫時我也不說 等大家看了這個節目之後 你告訴我 到時我 我先和大家揭衷 我 我能夠說 好像我當年拍《鬼魂法門》 他都不是什麼大製妝 但是如果計 成對添 人 化妝 燈光 攝影師 導演 都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這個節目 融俗的說句 是什麼差都沒有 那大家到時出來看看 給我一個評論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要做出一個 很特別的效果 因為很多年 很多人 師傅 我聽你說師傅 都聽了三年 我真的想見到 見到央 或者什麼 今次 也都說 借助這幾集 去滿足 一直支持我的朋友 我亦都希望大家 真是用心看幾集 如果一個有錢人 扔錢出來 投資 你 德師傅 我找隊伍跟你拍 我告訴你 真是不難的 我真的 好像很多年前 我在澳門受訪問 我只是一個踢 是一個人 沒有 沒有 在我來說 不是難度 好了 幕後製作 你整隊隊 都不是難的 但你記住 今時今日 好像我剛才所說 這位 這位朋友 他一個人玩 後期 還要做完之後 給我看 他跟我說過 他們那邊的網線 不是那麼順暢 那麼快 我所知 他做了很多晚 通宵 不是那麼多集 是其中一集 其中一拍 因為他完全是 不懂得做這些片 的人 你記住 是完全不懂 他是上網 去看別人 那些 怎樣製作 因為他也是 他也會講中文 是不懂 看中文的人 所以他只能夠 參考英文的片 就是我打遍中文 他根本不知道 我說什麼 他要經過一些翻譯器 去說 除非我口同口說 那你想一想 這個才是 那個point 還有我 我講的內容 每一集都不同 但是 主要我跟本意是沒有變的 我都不會 誇張 宣染迷信 但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視覺上 的確 某些程度下 可以滿足大家 到時大家看看 如果我私底下 撇開一個內容 或者我去說話 那些我不說 整套節目來說 你問我的 我記了一個第三者 我忘記了德斯部立場 去給分 七八十分一定有 不是他的視覺上去到多高 你要記住一件事 做得多漂亮 是很視乎他的幕後 他的器材 他的support 而是一個完全沒有support之下 器材 在我來講 是完全是 不會用的 在現今是不會用的 都可以做到某一個程度的效果 就等於給一套好的東西 更加好 那兩件事 大家應該 相信大家會認同我講的一點 那就是說也都跟我今晚的主題 場上畫的餅 多好 你都是吃不到的 拿起手 一個饅頭 可能微不足道 完全不起眼 就可能會填飽你的肚 這個項目很重要 我真是希望大家 我我那一場 我當然最開心 我反而主要 希望除了看到我裡面的內容 我所講的主題 這位Simon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他曾經 某一集 他會念咒 你看看他念咒的速度 那個浪浪上口 不要說一些人 只是去懂繁語 我看那個節目 其他人是不懂繁語 我可以告訴你 不知所為 很多人都懂繁語 或者是經咒 第三 是看一看命的朋友 他有一些 好像我所講 一些 不是那麼好的器材 一個人玩的幕後 做出來的效果 給大家的視覺上 那大家就不再被診 脆尾性在哪裡 有沒有恐怖呢 我得師傅講的內容 大家合不合聽 這位Simon 他會介紹發牌 大家見過沒有 這就是3月1號 開始會和大家見面的 港貴廣神 可能大家說 唯一一集 師傅好像在賣廣告的 是 某程度是 某程度我告訴你 是在賣廣告 我賣這個廣告 不是為我賣廣告 我希望推出來這個節目 更加希望給師傅 說你知道做得更好 令到更 我的資訊 令到更多人 可以了解 去分享到 還有 借這個節目 除了在聽覺上 可以一直滿足到大家 希望可以視覺上令到大家 民眾 同時 大家留心去看下這兩位朋友 和我今晚的主題 我講今晚的 揭口語 場上話的名 就是這個意思 OK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還有大家 記住3月1號 看看 港貴江神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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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意思錢人 明依 我是德師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